決戰台南 那麼在這邊事實上 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昨天他辦的第一場的大型造勢 就鎖定台南 那麼也是指導賴清德的本命區 那麼因此今天賴清德 緊急來回防台南 來輔選跟造勢 那麼今天在台南市的中西區 這邊可以說是賴清德的 政治的本命區中的本命區 那麼他也陪著立委林俊憲 來一起來拜廟 來跟這些鄉親來互動 那麼剛剛蕭早送呢 他也希望呢 這些民眾能夠來支持他跟蕭美 請先帶你起來聽 這邊請到美金的 是我們台灣幾個的總統 副總統選舉裡面 兩個總統跟副總統候選舉 都出現台南 台南過去是民主的勝負 不論是對這邊的總統台選 台南市都是香港支持民進黨的 民進黨的候選人 也是都在台南市 提供全國最好的投票率 所以這邊請給我們台南 除了參拜以後 也困求我們台南的無論 行政是多少 可以全力把整體來支持 那記得跟蕭美琴呢 今天呢都會一起在台南來進行造勢 除了早上的林景的進總成立 下午還有陳婷飛的進總成立 那麼兩個人合體啊 事實上呢拉台的這個立委的選情之外 事實上呢這個蕭美琴也是台南出身 那麼也跟台南有些淵源在 那麼也因此呢他也是首度回到台南 來幫這些立委來輔選 而在下午的時候呢 總統蔡英文也會來輔選陳婷飛 可以看到在台南的部分呢 對綠營來說呢當然是不可大意 因為呢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民眾黨 都要南下在南台灣 特別是在台南這邊要來搶公選票 那麼來清德緊急回房 也是希望能夠固裝之外 當然呢在台南的部分呢 也能夠衝高票數